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是贺州医救了我吧 所以只要我姐给你打一个电话想知道什么就知道什么 你就彻底变成了他们安插在复合事务所里面的卧底了 对吗 别别别啊 妈妈 你这话越说越过了什么叫卧底啊 你 那贺州医不是 那贺州医不是是我爸的救命恩人吗 就 我 我应该感谢人家对吗 再说了 那笔钱我报了之后都还给你姐了 教授 你就直说吧 你有没有跟他们聊过咱们的业务 就 就成朋友了嘛 有时候打电话问候都忙什么呢 那闲聊的时候 背不住一句两句的 怎么今天都冲着我呀 段段 这话都说开了 你说句话 我听你的 行行行 都少说两句啊 你冷静点 都没什么大事 过去了 什么少说两句 你拿着证据呢 拿着证据 什么证据啊 赶紧忙去吧 不是 哪冒出来证据什么意思啊 什么证据 没什么证据 什么都没有 周末小孩瞎胡闹呢 不是 你怎么现在都还在包庇他呢 这什么意思成我自己瞎挑事了 你对其他的员工公平吗这样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哪意思啊 你还跟这儿装呢 你等着 我装 你们自己看吧 你们自己看吧 这里面是我们每次活动的经费 包教授 你每次都在这个经费里面 是啊 每次你卡的油呢 都不算多 但是你也不能回回都这样吧 行了 一人二十块钱 请你们喝咖啡去 服务员全部让我搞定 一人发了二百块钱 喝咖啡去 拿钱 你只要费用到位 事就能成 好安的 那个回头呢找老侯统一结账 我拉您谈谈 啥意思 你们这一个个的看我那眼神 你们是不是认为我是贪小便宜的人 是啊 好 等等 这是你收集我的黑材料呗 不 真的不是 教授你别误会啊 公司的账得走明白了 得记清楚了 你要是觉得这个账有问题的话 你拿走 好吗 教授 解释解释吧 练子 练子 他们怎么看我 我不在乎 你也这么认为哥吗 不是 哥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解释清楚了不就没事了吗 别说了 别说了 段段 你拍点良心说 复合大师如果没有我包九十 我能走到今天吗 哥陪着你一起创业 安全马后任劳任悦 你现在为了一个丫头片子跟我翻脸是吧 不是 教授你冷静你 你别说了 我不干了 别闹啊 教授 从今天开始 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谁也不认识谁 教授 老包 以后来谁也不认识谁 不认识谁 怎么是你啊 我来看看你啊 算是客户回访吧 你今儿没有空杯课啊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把周五周六周日 这三天的直播全都停了 以前真的是太忙 那种忙毫无意义 现在我真的要陪陪我们家闺女了 就是 多好呀 给孩子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老大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倒是说句话呀 是 教授是在这账本上 做了点小手脚 不过都让我给补回来了 你们不知道 教授家里比较困难 自从他妈去世以后 家里就特别结局 他爸呢 用二维席小孤董 动不动就还被别人骗 挣着点钱全打里面呢 偶尔教授在这个账里面 走个五块钱 十块钱 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后来我跟他谈过 他也就没再做这件事了 教授 不是这种人 我也相信他 又是我做错事了呗 我也不知道啊 不知者不醉 原则上你们有问题 教授在起头上了 你大家别发心气啊 都去忙去吧 我跟教授这关系没事的 回来 来吧 这关系 还 musste since he said õi 那他在起头上了 这玩意 我其实没关系 你这玩意 我说我说我说你这玩意 我说你这玩意 小眼 我说你这玩意 我说你这玩意 下一个 你说 你们虽然是分手师傅 大师大师 分手大师 知道 师傅不是亲切一点吗 虽然分手挺让人伤感的 但是跟你们真的越来越亲了 什么时候上你那儿上课 你麻烦您给打个折 小K子给你免费行吗 我跟你说 我们家田田 最近真的越来越好了 也爱跟我说话了 每天跟我聊这个 聊那个 想妈妈 要妈妈 我现在觉得天都是蓝的 今天天真的很蓝啊 就是 多好啊 但是啊 你也别光顾了喂孩子 人家蒋默然 有自己要追寻的幸福 你也加油 像我这样品位这么高的 还带个孩子 我到哪儿找去 但是老天自有安排 等我找到合适的了 你别忘了给我参谋一下 您敢让分手大师给你参谋 有勇气 你别老说我了 你这整天教人感情的 是不是也要关注一下 自己的感情 我 我这不是没合适的吗 谁啊 行吗 就那望天的呀 怎么着 你们俩 什么呀 就我 就怎么着 我刚把你救出狼窝 你不能把我堆到虎穴去吧 不一样 蒋默然有的 我们于老师也有 蒋默然没有的 我们于老师还有 其实我早就发现 你们俩不对劲了 你就别装了 合适了就收了吧 有得去你的吧 于老师 干吗呀 你怎么老忘天啊 这有俩美女 你不往这儿忘 真是 谢谢你们啊 在我感情的路上 有你和贺总给我的指引 你们俩就是我指路的明灯 不不不 主要是贺总 我只是个副手 他要是一盏明灯呢 那我最多也就是个灯状 灯状 那以后你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 一定要向贺总多请教啊 是是是 我会认真地学习 你别太认真了好不好 贺总是那么理性吗 你感性一点 你要感性一点 就会发现这个人很性感 没完了你 哥哥 田田都出来了 田田 叫人 哥哥 忙 你了吧 我们走了啊 哥哥 怎么了 又有人 田田的不见过 给你 交给田田 改天吃饭啊 哥哥 来 上来 你走 哥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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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每看到这种景象 不由得让人感慨 世界多美好 我不太明白 刚才顾小意说 只要我感性 你就可以性感 不相遇 我ons在城楼 即 弟弟 儿子被扯买 爸 哎 你没上班哪 嗯 请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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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假了窝在家里 我可不信 从小到大 你只要能在外边玩 我喊破嗓子都喊不回来你 什么时候改脾气了 爸 这不是想要您的号召吗 您老说 别太累 注意休息 我不再请假了 我还请了一长假 我才不信呢 我问你 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事发之后让人给开除了 你们到底是我亲爹 你太了解我了 知子莫如父 别说我了 您要上哪儿啊 我呢就是随便出去转着 转着 慢 慢 慢 等会儿 出去转着 穿成那样出去转着 怎么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件西服应该是 大大前年华阳商厂打两折的时候 我给你买的吧 那怎么啦 买回来你可就没穿过 说自己不习惯穿西服 这是怎么了 什么时候改脾气了 老大 你不是说让我注意一下自身形象吗 我这也是想要你的号召不是吗 爸 咱俩就别捉迷藏了 没有 还打上我这领带吧 别别别别 你要是不让我打那我就还给你 不不不不 淡淡淡 特别帅 这摩斯也整上了啊 这脾气也擦增亮 不香手了吧 古龙香手 您是要去会老香好吗 你 哎呀 你瞎说什么呢你这是 快 慢 你先走走走走 先走走 爸 我说多少回了 您只要回老香好 我全力支持 哎呀 你小点商量 你让民进们听见多不好啊 你怕什么呀 我爸就是会老香好去了 哎呀 你小点商量 我爸单身诉了这么多年 这不很正常吗 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我说你小点商量行不行 最丢人的是 咱家里啊 担着俩老光棍 太好了 爸 您是应该在脱单事业上 给我起个表率带头作用了 哎呀 你胡说八道什么 好好说啊 别着急啊 爸 真是 您这怎么了 老鼠捂着胸口 没事吧 没 怎么 还能不能 挺浪漫的呀 好 我教你啊 一会儿啊 见到你那老相好 千万不能把这花呀 直勾勾地递给他 那呀 再有轻调 也让你正没了 一定啊 咬着点这个花 眼睛啊 平线 看不可以 路总 我 我难受 爸 别装啊 我 爸 没事吧 爸 爸 你别吓我爸 爸 你别吓我爸 爸 你别吓我啊 爸 怎么 怎么突然心脏不舒服了 爸 再看看 你真是 my job 仙人 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 这次的老实力 咱们把他们做出了 这次工夫 你不要给我了 办好 是什么特殊日子吗 我去一趟银行 你下班之前帮我把侄侄抓出来 要不然扣你工资 凭什么呀 我发工资跟侄侄什么关系吗 你别忘了 我们不是上下级关系吗 请你服从上级安排 我玩得开心啊 李队 你借给我的钱 我按照定期存款算了一下利息 应该还你三万七千零八十五块二 我四十五入还给你三万七千一百块 你收到了吗 另外 生日快乐 没想到你还记得 谢谢 晚上大火都没事吧 请大家吃饭怎么样 我有事去不了了 安安 我陪你去吧 你 你刚才不是说你有事吗 我什么时候说我有 走 不是 怎么吵架了这是 没有 走了 走了 合不清楚啊 拜拜 拜拜 吃完饭再去办事呗 老板儿有事没有 一起吃个饭 我请你 那个 爸爸让我回家吃饭 你瞎眼中了 这一天那么忙是吧 你看 好不容易回去吃个饭 多吃点啊 妈妈再见 晚上吃好喝好啊你们啊 帮我叔叔带好啊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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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个愿吧 老大老大 许个愿吧 老大老大 您说说您这 这说着说着怎么还犯起病了呢 医院到底去不去啊 不去 萧总感应都吃过了 就那一阵过去就好了 咱不得好好检查一下吗 检查什么检查 我上个月不是刚全面检查过吗 陈主任都说了 好好休养就行 你少气我比什么都强 爸 你说这话我不爱听啊 我什么时候气过您啊 就你说那些乱七八糟的 有的没的全都来 那是一个儿子跟父亲 应该说的话吗 我不发病才怪呢 爸这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你偷偷摸摸的会老相好 我没反对我支持啊 又来了又来了 行行行行行 行你别激动啊 我来来来来 喝口中 不喝 喝一口吧 不喝 找的偏方我这是 就你找的偏方 我信不过你倒了 倒了 嗯 我钱都花了我倒了 那像话吗 多可惜啊 你喝一口 不喝 你说你这老头你这 这这这这要么也乱喝 你这这这 不不 好 不怕自己的你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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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厌 谢谢你出帮我 祝你生日快乐 你怎么知道我过神 我是因为总裁助理 连这点调查能力都没有 白混过 这饼是你烙的呀 这怎么能是饼呢 看这拙略的手艺 跟你上次做早餐 有异曲同工之妙 你要记得上次 我做的那个早餐呀 反正不管是饼还是那个早餐 难看是难看了点 但是心是好的呀 快许个愿吧 快许个愿吧 我看到这条围巾的时候啊 我看到这条围巾的时候啊 我就在想 恩公你戴上这条围巾 是什么样子 肯定好看的 你别多想啊 我就是纯粹想给你过一个生日 来报答你上次陪我过生日的惊喜 恩公 我觉得你不要害怕 也不要逃避 你应该正式面对自己的内心 那才是最真实的声音 反正不管你今后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都会支持你的 那我能戴上了吗 那我能戴上了吗 我都会支持你的 恩公 生日快乐 谢谢你特别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公 你应该正式面对自己的内心 那才是最真实的事 反正 不管你今后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都会支持你的 关于恩公的一切 好大的题目呀 最喜欢吃的 火锅必须是火锅 而且是变态辣的那种 这倒是跟我很像嘛 最不喜欢吃的 自助餐呀 因为每样都要选择 选择恐惧症啊 实在是太猛了 不过我相信将来有一天 一定会治好的 最喜欢看的书 三国演绎 真的吗 他让我吃惊了 我以为应该是福尔摩斯 或者是柯南 最想买的东西 肩颈低波治疗仪 一万一脊椎不好 而且这个国内没卖的 只能国外卖 还有呢 梅西的签名球鞋 因为叔叔啊 是个球迷 还是巴塞罗娜的球迷 最怕看到的东西 蜥蜴 因为怕它那里面长了一个 外星异形的小虫 太可爱了 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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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对恩公 我还是不够了解 曼耀 叶子 喝杯咖啡 不干 你说 哥 教授一不来上班 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不会 教授沾上毛比猴子还精呢 不会有事 这段段跟莫莫怎么没来啊 基地迟到 很奇怪 其实吧 昨天是老大的生儿 我说昨天他越南吃饭呢 早上该陪他了 人家已经有人陪了 谁啊 打开冰箱自己看看 磨磨吧 干个漂亮 我说难怪老大约旦吃饭的时候 你一直挡着我 合着你早就知道莫莫的计划了 叶子 你这神助攻啊 咱们天天复合外面的客户 咱们内部的感情 是不是应该复合一下 叶子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细心周到呢 你说 我要是能找到像你这样的女朋友 该多好啊 咱们以前在这儿都热热闹闹 可是现在老包不来了 总感觉少了点少 不敢 你饺子什么馅儿的呀 我认为三鲜虾仁 老包你那什么馅儿啊 我这个 我这个 不是三鲜虾仁的 帮我吃我要吃三鲜虾仁的 那我这儿 没有了 我这个 没 还是你关心我呗 教授 你回来吧 事务所里没有你空落落的 我们都想你了 想你了 老包 其实她心里一直想让你回来的 你就摸不开面 你给她让一步呗 谁呀 老大呀 李段 段段 就是选择恐惧症 李纠结 对 她呀 她你们来了 不能够 不是 你已经是我们自己想你了 来看你 我不能够想你 可惜啊 她后悔得有点晚了 服务员 买单 包衣服 收拾一下啊 好 喂 安公啊 我严重怀疑包教授他有问题啊 怎么了 你跑那儿去干吗 前几天不是发生那么多事 心里头觉得内疚吗 我就想过来看一看 看看有什么情况 发现什么情况了吗 我觉得包教授在谈恋爱呀 分析错误 吓死我了 你怎么来了 包教授要正是在谈恋爱 也应该是他送人家玫瑰花 他那么抠 怎么可能一朵没有打念的玫瑰花 没有送人就给扔了呢 是他风哥吗 出来了 你看 别动 肯哥 你的心跳好快呀 我 我心跳很正常 好 有事吗 看见了吗 能够你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啊 包教授难道真有情况 整天为了叶子还喝不甘争锋吃醋呢 搞了半天是金屋藏娇呢 没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等一下 那个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走吧 我可算是看明白了啊 你看明白什么了你 我跟你说啊 根本就不是教授喜欢这个女孩在追她 肯定是这个女孩喜欢教授 所以教授才把她的花扔在他们家门口的垃圾桶里面 看他们俩的关系应该就是这么回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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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这是公共场合 教授对这个姑娘使乱终气了 你分析得貌似无限可弃 可是你却忽略了一个最大的漏洞 以教授的性格 她即便不喜欢那个女孩 也会先把玫瑰花收下 然后转送给叶子 妈呀 教授上辈子是不是扣死的 你以为呢 你什么意思 这算是对你的补偿吧 希望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钱你拿着 要是觉得少呢 行 你收个数 我再帮你凑上 总之别再联系了 妈 烫死我了 您好 您好 先生您好 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这是我一中学同学 好多年没见了 不是 她是在哪个部门的呀 我认识 是 她是我们这儿的 那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都这么多年没见了 都忘了 这不是刚才出去逛街的时候 突然间碰见了 就跟过来了 那走了吗 这张照片里的咖啡馆呢 离我们这儿走路有二十分钟 没有二十分钟 都没有上前打个招呼 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同学 我这人内向 你说上前打招呼 我万一认错人了多感慨 是不是 像您这样内向的男士呢 我们这儿每周都有两三个 不是知识乌酒有嘴滑舌 都想打听她是谁 她有没有男朋友 那她有男朋友吗 我们这儿艺术中心 不是相亲网站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其实你已经告诉我了 什么意思啊 照片里这家咖啡厅是连锁的 几乎每一家的陈舍方式都一样 而最近的一家离这儿只有五分钟不行 可你一口跟我说 要离这儿二十分钟 这说明十余活动那家才是他经常去的 而且 你说经常会有人来找他 但你却并没有告诉我他到底有没有男朋友 这说明他没有 更重要的是 这上面已经有他的信息和名字了 你真的是悠悠的同学 谢谢 但是有点你猜错了 他有男朋友了 姓包对吗 这我不是这样 祝你早点康复 看见 金年价格秋季财买会上 水沙风的游吼辙不江湾开出了七千五百万的高价 七千 叔叔 您喝ی啊 谢谢你啊姑娘 不用客气 包教授啊我们关系都特别好 他跟我说他临时有点事 要去办事去 说您应该是在家没人照顾 我们呢是好同事 也是特别好的朋友 照顾您是应该的 好 姑娘 你这过来照顾我 你男朋友没意见吗 叔叔您不用试探我 我男朋友没意见 我跟包教授就是特别好的朋友 是 你是不是也想要个特别好的儿媳妇 那当然了 可是我那个儿子 他就不肯花点精力 找一个好姑娘回来你说 叔叔 这事急不得 那水开了我给你看看你 好好好 多好姑娘 查到了 亚伦艺术中心网站上 对程佑娜的介绍是艺术总监 毕业于苏黎世美术学院 二十五岁 你看他底下列的这些经理 太牛了 真的是别人家的孩子呦 我们正在看这个女孩的微博 从照片来看 这女孩住的小区 脱脱的白富美 老大 你干吗让我们看她呀 教授发生什么事了 我去 我干什么 这么看来 他们俩关系已经不一般了 不是 那按照女孩这条件 她跟教授九成她图什么的 你她跟上这个系统 她有一整个小区 就把我的女孩出现了 很白了 就像她一般 有疑她 更好的 他就是我的个人 你自己去那种 怎么办 是 你看看 这事情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